一个外国导演要派中国皇帝 中国政府不仅大力支持 取景帝故宫也都被完全清场 而在此期间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期间 响进故宫都被拒于门外 这部开局变如此硬气的电影 便是名震全球的末代皇帝 末代皇帝溥仪冲林登基 历经了清末 民国 军阀混战 韦满洲国 中日战争 国共破裂 新中国等 这些几乎是近现代中国最风云激荡的半个世纪 要在短短219分钟内 尽可能还原背负如此复杂历史的帝王的一生 可谓前无古人之举 导演为此也做足功课 不仅请来溥仪的弟弟溥杰当顾问 还向溥仪的妻子 监狱长 南溥等 征求最真实的溥仪形象 而为了充分还原一个帝王的排场 但是临时演员就动用了上万余人 所以事到如今 我们依旧能看到一场不熟真实历史的登基大殿 再靠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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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 不依三岁 慈禧驾崩前的一道命令将它推上历史舞台 文武百官三寇九拜 整个帝国为之臣服 可本该雄心万丈 雄怀四方的天之骄子 此刻眼里只有身为孩童的懵懂和索然 一个帝国的分量此时于他而言 远不如一只蟋蟀来的有趣 蟋蟀从此成了紫禁城里最金贵的蟋蟀 洗澡十三人伺候 四人唱曲 饮食更是由先生清肠排泄物来把控 他们是伺候溥仪卑躬屈膝的仆人 同时也是扼杀溥仪自由天性的第一批鬼子手 他身为天子 就连回家这简单的诉求 他都不配拥有 空强重重 流光飞逝 再次见到生母已是七年之后 可这难得的见面对溥仪而言 早已心无波澜 其实 母亲得以入宫还是搭弟弟蒲杰的顺风车 弟弟蒲杰被允许留宫陪赌 与蒲仪作伴 第一次见识着前护后拥的排场 蒲杰忍不住羡慕 可蒲仪却反过来羡慕蒲杰 弟弟蒲杰的到来 为蒲仪死气沉沉的生活带来一抹暖色 而也是这抹暖色越过宫墙 让他第一次看到了界外翻天覆地的抑郁 其应于一次上课 蒲仪因为蒲杰穿了黄色衣服恼羞成怒 这独属于皇帝的殊荣不容他人僭越 蒲仪追大弟弟不找 便拿士官撒起 为了证明自己的皇帝权威 他命士官喝下墨汁 可面对蒲仪指向的一幕 蒲仪终于大梦初醒 紫禁城外早已是民国天下 一墙之隔 蒲仪的整个世界顿是土崩瓦解 穿过一堆腐朽 他试图抓住最后一丝希望 你会一直在皇帝 你会永远会在皇帝 在禁止城 但不是外面 其实早在四年前 蜻蜓就与民国政府达成协议 民国政府以保护皇陵 和每年四百万元的补助金为条件 换来清朝统治国家的权利 历史的洪流早已从蒲仪身边划过 可他这个名义上的主人却茫然无知 蒲仪奔着奶妈寻求安慰 但老太妃却以其长大为友 先一步将奶妈送出皇宫 宫廷深深 蒲仪发足狂奔 他想要追上奶妈 却终究败于宿命 在这重重规矩密不透风的世界 奶妈无私的母爱 早已成了溥仪感受自由与真实的唯一寄托 可现在 这五一的安慰也必无情剥夺 溥仪再次感受到自由 以致爆发了五四运动的1919年 事实中国巴黎和会外交失败 爱国学生纷纷涌上街头向政府抗议 与台湖一起乘车的一个英国军官装士顿对子 做出了简洁而有力的会议 中国军官 庄世敦此次出行 一再入宫就职 担任溥仪帝师 他教英文 数学 世界史 地理 溥仪看到了一个迥异于知乎者也的新世界 而同时 溥仪时被囚禁的个人遭遇 也引起了庄世敦的同情 在英国自行车斗遍地的时代 堂堂皇帝溥仪的娱乐方式 还只是格不认人的老套游戏 而对于庄世敦给他带来的新奇礼物 溥仪的第一反应却是拒绝 然而庄世敦不是软柿子 自行车重重一摔 溥仪终于感受到了寸尺之间的自由气息 事实太府通报 溥仪母亲吞烟自尽 虽然人前 溥仪说着自己并不伤心 但奔向皇宫大门的路上 他又忍不住悄悄抹泪 可即便是件母亲最后一面 他仍没有半分自由 猪门之外 天地广阔 行人自在 一个被奉为天子的人 却连跨过门槛都难如登天 浮仪狠狠地将偷偷饲养的老鼠砸向猪门 随后他又爬上屋顶 第一次释放心声 庄士顿和众人手拉手将溥仪从房顶救下 抓手时 庄士顿发现溥仪眼睛近视 竟然测试如果溥仪再不戴眼镜 将有失明危险 而一众泰威和内务总管乍听此言 却坚决反对 皇上的形象代表皇家威严 言外之意宁可让溥仪失明 也不能佩戴眼镜 对此当事人溥仪毫无话语权 最后还是庄士顿抓住了欺存 原来内务总管协议众工人坚守自盗 每周三千之计的巨额花费里 自己不知道捞了多少油水 偷运出工的文物价值更是无法估量 庄士顿以此要挟内务总管 终于为溥仪争取到了戴眼镜的权利 如此小事都不能做主 可想而知在结婚大事上 溥仪所能做主的也相当有限 他本来选中十二岁的文秀哥哥 大臣却强行将婉容定为皇后 溥仪对此早已习惯 而眼下 他正一门心思地盘算着另一个打击 不宜自然没有去成因果 新婚之夜 杨派妻子宛容让她眼前一亮 没有按部就班 婉容让她感受到了恋爱的自由 婚后的溥仪确实有了亲政之念 她剪掉辫子 锐意改革 第一件事就是彻查文物盗窃 然而命令发出当夜 存放文物的剑辅功便在大火中灰飞烟灭 溥仪或隐瞒事实的是谁 溥仪至此也不再细究 他将一千两百名太监全部驱逐出宫 五门外哀嚎一片 向溥仪最后一刻后 这封建王朝千余年的激情代表 也自此彻底落幕 时间一黄至1924年 国会解散 总统出逃 溥仪以为这像往常一样 是一个军阀对另一个军阀发动的政变 然而随着军队的逼近 溥仪不得不意识到 这次轮到了他自己 溥仪被先临在一小时内离开紫禁城 而一直幻想踏出牢笼的溥仪 此刻却没了如愿的欣喜 宛容文秀的陪伴 让他对这里有了家的感觉 可当他欣然于这一切的时候 命运又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 这是溥仪三岁入宫以来第一次出宫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竟会以丧家犬的屈辱方式 来迈出这自由的一步 何强使弹 排场不再 在胜利者的欢呼声中 溥仪终于离开了这禁锢他青葱岁月的牢笼 可随之来的现实更让他处境尴尬 因为他是满人 人民不认可他 而既在于法满联盟的暗杀 溥仪只好携带家眷 定居天津日租界的静元之中 其实所谓的法满联盟便是日军组织设计 其用心险恶对出入室的溥仪而言 自是瞧不出任何端倪 反倒是因为有日军撑腰 家资丰厚 溥仪难得又自由地过起了花花公子的生活 因为受到各国家领事 入军司令的尊重 溥仪出入的社交场所越来越多 最爱的宛容理所应当相伴左右 而淑妃文秀则在冷落里最先觉醒 自尽城中 他是名正言顺的淑妃 可现在 他是尚不得台面的妾 是溥仪人前不得不疏远的情妇 一次晚会结束 温秀终于勇敢地为自己的命运反抗 溥仪自是不愿做历史上唯一一个被离婚的皇帝 但时宜事宜 受民主思想影响的文秀 最终还是通过律师成功离婚 离开当天 飘风急雨 仆人为文秀递伞 却被他随手扔掉 只因好不容易得来自由之身 连淋雨都妙不可言 文秀离去时 一个叫川岛方子的女人来到靖园 她本是满清铁帽子王的第十四女 因自又被送往日本接受军国主义教育 以至她如今为日本效命 在中国兴风作浪 此次前来 她的任务很简单 离见溥仪与民国的关系 让溥仪更偏向日本 川岛方子说服她前往东北重建伟满洲国 尽管宛容与心腹都认为 这是日本要将溥仪当傀儡的阴谋 但适时孙殿因炸掉了大清皇陵 再加上溥仪对重当皇帝的渴望 此刻 她终于走上了叛国之路 中国兵士都被我祖父的祖父 在此登记 这仪式简单地像个工厂的开幕 与年幼时第一次登记的灰红相比 眼下更像一场垂死的挣扎 蜿蜒上 不一味重登地位置得意满 宛容却哀良地捡过一束花枝 将花瓣一朵一朵往嘴里送 这花似其青春 转眼浮云 又似其当前处境 空事摆设 宛容的格格不若很快引来在场之人侧目 浮仪为此出言指责 宛容却看得分明 一片欢呼中 宛容落寞退场 浮仪却躊躇满志 御仁天皇已经向他发出了访日邀请 溛容却自觉这是大掌宏图的前奏 也是就此开始 宛容在川岛方子的隐忧下堕落 染上了西大烟的恶西 溛容却归来 他才发现一切远非所想 不仅自家护卫队的武器被日军收缴 就连他任命的总理大臣都被威胁驱逐 取而代之的 是918事变后公开投敌的凤隙军阀首领张景辉 内阁会议上 溛容却试图重申主权 Manchuk war is not a colony Manchuk war is Manchuri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s lik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two emperors It is rooted in fraternal trust In In the desire to preserve our ancient traditions And in a mutual respect for our national identities Already we have welcomed the ambassadors Of El Salvador Costa Rica The Vatican Soon I'm I'm sure the other countries will follow 看着众人离开 溛容却意识到自己从来就没有过实权 至此她的意向幻想破灭 兜兜转转 最终又成了牢笼里的蟋蟀 只不过这次一辱 她也名副其实地成了日本的走狗 事实宛容也有了备用方案 她与溥仪的司机诸泰案结 但想让孩子的名义上归于溥仪 毕竟日本人要的只是象征 有这个孩子顶报成为下一任傀儡 说不定他和溥仪还有脱身的机会 然而日本人早已心如明镜 孩子刚落地便一命呜呼 至于孩子的司机父亲 更是在捅破窗户之后被日军枪杀 还每期明曰 即使宛容分娩结束 日军更是不仅溥仪同意 并以需要静养为由将婉容送出 一如当初追不上的奶娘 良善诸门 再次让溥仪沦为孤家寡人 这样的傀儡生活一直到1945年 美国投降的原子弹 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控制溥仪的日方司令引弹自尽后 溥仪终于有了行动自由 事实苏军已经攻之哈尔滨 溥仪出道前再次见到婉容 丧子之痛 多年囚禁 鸦片轻染 婉容早已疯癫 她没建议日本人便吐口水 直到面对溥仪 他们本是最情投意合的一对 年幼便朝夕相处的爱人 此刻却已形同陌路 溥仪刚坐进飞机逃离时 苏军便从天而降 此后五年 溥仪被囚禁于苏联看守所 因考虑到苏联待遇优厚 同时担心中国政府追责 溥仪多次申请永居苏联 但1905年 苏联还是将他和263名为满洲国战犯 移交给了中国政府 溥仪自觉死路一条 便接上卫生间之际鸽腕自尽 幸而监狱长及时发现 改造帝王的封建思想 犹如荣化千年寒冰 远非朝夕之功 但监狱长还是重点留心 安排牢房时 他将溥仪和弟弟溥仪 多年跟随的仆人分支一间 让新思想的学习和罪行的坦白相互递进 然而溥仪并不积极 到时候的历史书还要士兵严厉监督 才好好阅读 而关于罪行坦白 他更是让仆人统一口供 将其自愿投靠日本的事实改为被绑架 被迫投靠日本 这样一来 审讯员的工作难度加大 但监狱长却从一个细节里找到破解之法 原来即便不再是皇帝 即便已经身陷淋雨 溥仪的帝王习性依旧顽固残存 要治溥仪 就要从撤走他的仆人开始 监狱长还特意揭开溥仪的携带 他意在提醒溥仪 以后必须独立生活 但溥仪却不为所动 改造三年 他依旧依扣计措 携带凌乱 就连如何起业 都要监狱长说得明白 不宜经常借放风使让仆人整理一桩 但党的教育没有白费 经受改造的仆人 最先迎来了自己的心声 仆人试图拒绝服务 但看着溥仪的落魄与委屈 多年主不勤奋 还是让他忍不住上前 这是最终的 最终的 这是最终的 仆人重获自由当天 牵着一个女人的手告诉溥仪 这是她的妻子 她还有三个孩子 仆人身份之外 她还有自己的生活 但多年相处 溥仪对此一无所知 而令溥仪更疏动的是 仆人以前一直伺候的是 她的生活起居 案里应该不算战犯 所以她此前一直以为 市监狱长为了自己有人照顾 特意安排 仆人与自己同住 如今看到仆人获释 她才终于明白 自己确实连累了不少无辜之人 由此几笔 她也终于痛悟到宛容的悲剧 确实由她一手促成 自此 溥仪终于不再借旁人搪塞 她发自真心地开始自行 而后一系列关于日本的纪录片 终于让溥仪彻底决心 The Japanese High Command ordered a massacre More than 200,000 civilians were systematically executed The Japanese bastion in North China was still ruled by the puppet emperor Wu Yi A country where Japanese experiments in biological warfare were carried out on live human beings A country where opium production became the easiest way to finance the war Million of people were deliberately turned into drug addicts 溥仪从人群中颤颤巍巍地站起 她自此方知 原来日本借着自己这个权威象征 竟在中国犯下如此滔天罪行 溥仪从此对所有罪行供人不讳 即便是她所不知的细菌栈实验 她也愿签字认罪 监狱长劝她实事求是 溥仪却斩钉截铁的亮明态度 I was responsible for everything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what you are responsible You do All your life you thought you were better than everyone else Now you think you are the worst of all 但面对监狱长的秉公办理 浦仪多年被囚禁利用的惯性思维再次显现 她认为监狱长还是要害她 You save me because I am useful to you Is that so terrible to be useful 不过溥仪的改革自信还是为她迎来特赦 领取证明文书的这段路 她走得格外漫长 十年53岁的她怎么也没想到 历经十年改造 她终于彻底迎来人生自由 迎来命运的新生 此后 溥仪在政府的安排下 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当了一名园丁 她改革画面 与人和善 完全成了一个没有辨识度的普通市民 此时恰逢红绿灯颠倒之时 回家的溥仪发现了一众游街的队伍 而其中正有当年的监狱长 溥仪上前阻拦 告诉大家这是个好人 你们一定搞错了 但周围的人非但不听 还让监狱长下跪 溥仪也被推到了一旁 而最为人熟知的一幕 便是溥仪回家还得自己买票 风云流散 物是人非 这个她生活了多年的家 此时已成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故宫被划为禁区的太和殿 便是溥仪当年登基的地方 她试图上前 却被一个小男孩喝止 听说男孩是此处管理员的儿子 溥仪如实相告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溥仪从龙椅后取出了当年登基时 大臣送给她的蟋蟀罐子 当男孩打开盖子回头 溥仪却早已消失不见 随后一只蟋蟀从罐子里爬出 这蒙太奇的手法寓意 也象征了溥仪终从封建体制的禁锢里 重获自由 电影末代皇帝由中英议合拍 不仅在国外获奖无数 中国七十八万观众也打出了九点三的高分 尽管工艺版一敏感话题删减了接近一小时 但它绝对是全球影史最顶峰的作品之一 究其伟大原因之一便是 它拍出了溥仪被历史架空下的人性挣扎 电影最后结尾是导游的一句话 后人盖棺定论的一句话 便是一个人的一生 这一生经过层层传递 最终单薄地只剩下一堆孤零零的标签 傀儡皇帝 汉奸 卖国贼等 因为导演的不偏不倚 我们得以客观地从普通人视角重新审视 溥仪应当首先是人 然后才是皇帝 但事实是 从那三岁时慈禧的一道命令 它便被剥夺了人性需要的一切 母亲 奶娘 朋友 最后又是婉容 她连一个人最基本的亲情 友情 爱情 都无能争取保全 更遑论人生与精神的自由 有时 全片明亮的黄色色调代表了地权 又寓意了被庇护在港湾里的温暖 当溥仪成年出逃后 故事基调也由黄转栏 暗淡而悲剧 而当溥仪年老时 画面的灰色也契合了人生最后阶段的观感 不喜不悲 接受自己 这其实也和溥仪最终的心境吻合 王上批判一个群王 都会用霍明智 或昏庸来维持定性 但溥仪却不在此列 他在满清已老的腐朽土壤上 像彭在一样被修剪成长 却还能在成人之后剪辫明智 整改内务 虽然此番决心很快流产 但这无疑证明 溥仪并不昏庸 同时这也证明 溥仪并不明智 溥仪的悲剧在于 被阻于重重攻墙之后的无知与天真 不管是邵师爬墙看到的袁世凯 还是在维满洲国内阁大会里对主权的争取 他对时事的认知总是落于其后 幼稚又可笑 溥仪终究是一个被强行推上历史舞台的孩子 而且恰逢波绝云鬼的乱世 其悲剧变成了历史的必然 他是最孤独的孩子 最自私的丈夫 也是最可怜的帝王 有人说电影有美化溥仪之前 其实这部作品主要改编自溥仪自传 我的前半生 和庄世敦所著 紫禁城的黄昏 溥仪为世人熟知的所作所为 于这里弥补了他私密情感的流动轨迹 真是人物都是立体多面的 由电影引发对溥仪的同情心 并不能代表立场的转变 他更像一种反向警示 溥仪的罪行已被宣判 但促成其行为背后的历史教训 当虚国人时时反思 永远铭记 一目时影 与你 共赏经典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